这个军马驴造型方面真的摔炸 简直太有张力了 不过还是遗憾在细节方面 实在不能细看 今天跟各位一起看的是由杨太哥家预定 十年百整工作出品 火影日者 军马驴 手办高度大约32 宽度25 深度20 先来看门鸟 环温度方面吧一般般 这张脸实在是有点木嫩 我个人觉得不光是不婚缘 而且还有点小丑 水滴方面的反光也挺严重的 看起来真的不太舒服 不过好在人物动作是低头的 这张脸还可以忽略一点 头发方面的表现也不太好 整体层次很一般 发烧也是肉肉的 一点都不锐利 夸张点做 一点像橡皮捏的 不是我往回找吧 头发的动态感倒是还不错 身体方面 线条的塑造也是比较偏肉 看起来肌肉的轮廓 都不是很清晰 衣服上飞舞的袖子 一个装位是扎在身体上了 处理的好倒是没什么关系 不过总装的作品 缝隙还是蛮大的 真的像扎在肉里一样 有点酸帮 人物有两个替换手 一个是普通手 一个是这种大技能件的手 技能这个手 真的还是很帅 很霸气的 而且上面的纹理和涂装 都还可以 不过为什么这么油啊 它明明是骨骼 这么油的话 真的有点受不过去了 这绝对也是能在工厂 处理好的问题 踢换手臂的装位 是这种插拔 并不是磁吸 问题主要在于 这个缝隙真的实在太明显了 有点加油 背部长出这些骨刺 做工也很不错 无论是涂装 纹理还是手感上 真的都有那种骨头的感觉 而且还有这种破坏的 这种小细节 真的好听 但这些骨刺 真的都不好装 感觉怎么装都对 怎么装都不对 首先说确实是我笨啊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自己装的到底对不对 人物手臂的肌肉 纹理细节都是有表现的 不过还是有一种 糊糊看不清的感觉 衣服的这种飘逸感 动态感都是非常棒的 而且涂装方面 都是非常舒服 裤子方面没有太多可聊的 也是这种平滑风格 脚型的处理 细细交代的还算清楚吧 尾巴方面 有大量的纹理刻画 领影见面也都很舒服 不过真正也是不能细看 看久了也感觉有点肉肉糊糊的 细节方面还是差了一点 地台上的骨骼处理的非常不错 表面纹理和它图装质感都很优秀 看上面这个纹路走这样 我觉得真有那种破骨头的感觉 颜色地台也是比较油 不过比同系列的卡卡西克叶凯都要好 武器的细节还是可以的 有做旧 有阴影 很有真实感 就是这些小心感 真的很容易坏 毕竟细嘛 入手的兄弟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军马驴造型我真的很喜欢 很有张力绝对不是那种一时半会儿能看腻的 但细节方面 不进人意的地方实在有太多 预定加469的价格倒也算是不亏 各位见仁见智吧 最后感谢你的时间 我们下个视频见